惡夢 惡夢連連 夜不成眠 是很多人害怕的事 但你有聽過惡夢 可以出售轉移的嗎 彰化還真有人出賣惡夢 之前有人在路港街道上 發現都被人貼滿像這樣的標語 寫了這四個字 注意喔 不要念出來 因為據說只要念出這四個字的人 惡夢就會轉移到他的身上 是什麼惡毒的詛咒 只要照著字條上唸出 惡夢出賣 四個字 惡夢就會如影隨形 我們走訪路港老街打聽 當地人說之前偶爾看過 但以為是小孩子的惡作劇 沒想到張貼者別有居心 早期在路港地區 就有這樣的一個習俗 就是晚上夾著夢到惡夢的時候 你怕惡夢實現 那就只好就把那個夢割捨掉 他們就寫著紅紙條 紅色的紙條 他們就直接就貼在 所有早期的一些電線桿 或者是牆角的上面 來出賣惡夢 那既然有人看到的時候 那表示他的信念就已經達成了 那惡夢已經就賣出去了 當地的文史工作者說 陸港確實有這種特有習俗 這些字條多半經過術法加持 才會產生效果 但近年來相對少見 據說起源竟與它有關 這個可以講到驅魔大神鍾馗 以前戲曲常常聽出道的就是說 這個鍾馗嫁妹這個橋段 其實這個是有典故的 那有此一說 鍾馗的名字源自鍾馗 那鍾馗是一種驅魔的法器 而嫁妹源自於嫁妹 是嫁禍給鬼妹 就是把不好的東西送走的意思 民俗專家說 這種特有的轉運方式 跟民間流傳的草人替身雷同 都是把厄韻 眉韻轉送出去 看似詭異可怕 但是有法必有破 其實我們在道教有一個方式 就是不管是符咒也好 或者是這種貼這種字條也好 那你就合掌 然後請它歸回本位 就是回到原來的地方 然後不然等一下就要用 那個掃把敲擊了 因為掃把最大 所以任何的符咒字條 只要這個掃把一打下去 那個符咒就沒有效了